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会如何在轮滑中进行摔倒练习。 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个有趣的地面滑形训练,将两个标志筒放在地上,相隔约2米。 站在距离标志筒10米远的地方,起步,然后加速。 当您穿过标志筒时,放低身体,单膝跪地,您可以在本系列的另一个视频学习如何摔倒中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动作的内容,让身体自由滑行到最远距离。 在练习过程中,您可以左右交替,或者采用双膝跪地的姿势。 如果您有搭档,可以同时出发,互相比一比谁滑得更远。 另一种方法是面对面滑行。 两人相距20米左右,计算好滑行的速度和距离,以同样的姿势利用呼吸进行滑行,在相遇时停下或者击掌。 和上一个练习一样,您还可以和搭档手牵手,同时跪地滑行。 祝您运动愉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